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是杨秋星 杨秋星 那他说啊 善款 善款应该一号给本十万了 杨秋星的表现是什么样 杨秋星在灾后 还去参加什么两岸和平论坛 和白狼作会 那么另外是这个连胜文 他的这个总干事 包括他的幕僚 为什么骂记者骂教育局 骂亚斯伯格政 为什么会这样的表现 今天我们也要来讨论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呢 他是要参加班教的市议员 好参加何波文 波文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呢是高雄市议员郭建门 郭议员你好 宏仪大哥来宾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另外呢是立法委员 叶宇金叶委员你好 宏仪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媒体朋友 宗年华你好 宏仪郭美娃你好 宏仪郭美娃你好 好以及王时起 时起好 主持人大家好 今天马总统要开记者会 说实话我是看播出的灾 播出这样下 说啊气暴的第十一天 马总统早上 在总统舞要开记者会 针对气暴后续救灾 重建等工作 发表谈话 我感觉总统真的中心 那博文你有看记者会 有 我有看记者会 有哦 阿伯啊呢 我是感觉不如不要看比较好 看来真的是对心感 郑大哥我们本来预期是说 8月1号一直到现在 总统都没有很明确的政策指示 我们本来想说期待 而且他昨天其实就放出风声 说马总统今天召开记者会 会有重大的宣布 结果大家期待半天 今天早上这个电视一开 发现怎么样 以为他要给高雄一百亿 以为不要说一百亿啦 我至少说有一个 有这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例如说拨款 然后因为他又是三军统帅的身份嘛 现在灾区大家在滂沱大雨啊 是不是这个 这个调动国君弟兄还有大型的基础全部下去 结果今天早上竟然他在讲什么 他说我们现在台湾要拼经济啦 而且要赶快通过什么两岸监督条例啊 赶快通过福茂 他竟然还在讲这个耶 民进党不要再恶斗 我说起来这个人天赋异禀你知道吗 你不能够用一般的那个想象 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真的 早上看那个记者会我整个人是愣住你知道吗 我说哪有人这样 在这个结果眼上 而且你知道这两天 高雄那是活动得多大你知道吗 那你说不要说做总统 你就一般的人稍微有点悲天敏人的心情 说起来你会觉得说 今天我们这个政府 应该是要够拌一些钱 够说一些有效率的话 他今天讲的话不但如此 而且他还利用这个机会怎么样 打一下在野党 打一下王金平 意思说你看立法院 你们都不赶快通过这些拼金剂的法案 我说这个不要再搞恶斗 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说到底什么叫恶斗 今天是谁利用立法院 在搞他的这个自己一己之私 结果今天到早上 马云九还在讲这些话 所以我相信高雄市民非常非常非常地坎口 这个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我再跟大家形容一下 我们过去在形容水深火热 我觉得脑口园比较严重 高雄现在是不是真的水深火热 一下子爆炸 那真的是火热 一下水灾 一下子水灾 水深火热 拜托大家 真的特别拜托马总统 跪下来求你都没关系 赶快发挥一点人性 赶快去强力去救灾吧 那十几六块记者会吗 我告诉你在记者会之前 我跟朋友在这个讨论 我们来想想看说 等一下马总统要开记者会 你觉得他会讲什么 我们规划出四点 一重申关怀 因为毕竟这定调为国商 我们都是国庸人 对然后二责任厘清 然后接下来三开始批政治文化 我告诉你 好准哦 全对 就是说我会觉得今天是第十一天嘛 如果马总统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大灾难 定调为国商 全国降半期 所以你应该要讲一些 就是速度上你要快 你要讲一些让高雄人觉得 我们没有被放弃 我们要感受到总统 感受到中央政府 对高雄人的关怀嘛 就心疼嘛 我很疼惜你们 所以我一定会尽全力的来帮助高雄 然后不管是人是浅 你要给人家这种感觉 结果他也就淡淡的 前面两分半钟 就开始狂骂在野党 不然蔡英文啊 我们来见个面吧 我们赶快来通过一下 不要再恶斗了 不要再恶斗 不要再霸占主席台了 台湾要拼经济 要赶快通过资金区 服帽等等 就是说其实你这一场记者会的目的 是摆在批斗在野党 然后把它操作成极端的蓝绿对立 为什么台湾今天停滞呢 是因为你蔡英文带领的在野党烂透了 一天到晚都跟我们霸占 只会搞政治杯葛 重点才是这个嘛 所以你又没有达到抚慰人心的效果 总统你应该是要给人温暖嘛 那结果我觉得今天的记者会 其实完全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思琪好厉害 他做了六年多 你终于都预测到了 真准 保党买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造成 台湾这么乱 应该是马总统 为什么呢 他今天讲了一句话 他说马英九要求立法院尽速通过 因为太阳花运动而受阻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什么才有的 是因为太阳花才有啊 怎么会受阻呢 是催生才对啊 是太阳花催生的 结果他今天竟然说这个因为太阳花运动而受阻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总统啊 他是话倒着讲 我觉得可能实在是是非啊 太不明不白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在野党啊 荣有恶斗 也斗不赢国民党 因为民进党40色 国民党有65色 国民党是过半的 换句话说 国民党如果要通过所有的法案都没有问题 他都说民进党赞主席一台没有关系 那你也去赞嘛 你不是会赞赢吗 他怎么赞赢啊 会啊 会嘛 你就赞起来你不是通过了吗 关键在什么 为什么法案不会过 因为他跟王金平有问题嘛 两个人正争嘛 有一些人立法院挺王金平 所以国民党就分裂嘛 结果 人家今天去问总统说 要不要跟王金平沟通福茂啊 马英九不正面回应 他怎么不正面回应 你就说好 我跟王院长道歉 我们来和解 不是只有这样 他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高雄发生气暴事件 这跟两岸福茂 跟两岸监督条例 有什么关联啊 为什么会扯到那里 表示他真的其实 一点都不关心高雄的气暴事件 他心里面只有关心两岸的关系 两岸的互动 无论是福茂或者监督条例 那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 你自己内部搞不定 我告诉你 今天不是民进党去占主席台 今天是民进党的后面 是绝大多数的民意 学运不是民进党占主席台 是年轻人占主席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的两岸福茂 出卖年轻人的未来 所以他搞不清楚状况 他到今天还是搞不清楚状况 真可悲啊 他电头说 是有太阳花道有监督条例 他竟然说因为太阳花受阻的监督条例 哪有这种状况啊 搞不清楚状况的总统 恐怖 高雄人有听到吗 跟大哥说一下 因为不知道是 回去高雄较久了较好诚 因为他之前他给我们16亿 所以我们感觉 其实是不是 他讲了三部以后 知道高雄人的愤慨 开始要释出一些资源来帮高雄 所以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很注意 我很注意去看说 他会释出什么样 实际帮助高雄 因为不只现在灾区的重建需要 这几天的大雨 还造成更其他的危机 在后面要说 问题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记者会 实在是感觉很愤慨 不耐 他在说的过程里面 他在发言的过程里面有讲到 预防重演 预防重演 对 其实我们在看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你中央 你为高者开始要跟地方 都出来 其实都放的 我就是为高雄的灾民 我就是为 我台湾人就是高雄人 我要帮忙把灾区付就好 他开始有这种新的时候 我们去看他会不会去面对 中央该有的缺失 中央该有的缺失 在这次的争议最大的就是 经济部队管线的管理是有权 没责 他把责任直接说 堂楼是你管的 堂楼管 因为堂楼管是怎么管 是因为 那个道路就像麻醉师一样 你要开刀 你一定要请麻醉师来 先把人麻醉了 堂楼是高雄市政府管 他要把车子先路权移开 而且你最后还有路平专案 你道路要恢复平 所以到那个 这个道路管理的自治条例 是管理堂楼的 不是管理里面 公算 走三到围乎 所以有没有面对这个缺失 你看他最后里面讲 这个 全各县市都要针对高雄的气暴 全面警惕 全面检查辖区内的工业管线埋设 中央相关机关 重点来了 也要协助县市政府 完成这项工作是协助 所以如果中央不去面对自己本来该有的缺失 你怎么样期待这个政府开始会去面对这个问题 郭议员这样 这是苹果日报那个 说实话我们对郭忍也没了解 你可能较了解 这条叫做林海桥 林海桥旁边这里 总共台几条港给你 这里说台十九条港 没有台湾不是台湾 白的旁边 白的旁边 十九条管纸 大大小小 你怎么知道这是 你做议员你怎么办 跟宏毅大哥说 其实看凤仁桥 凤仁路会有韩管 我马上去把十六条管线的图掉出来 图掉出来我当然可以针对我的选区是新兴林亚前进 我要去看我新兴林亚前进有什么危险感线 所以从这次的风险 只要有大牌 只要有管线 它就是危险 结果我发现我的选区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民权路跟四维路口 那里有个四维大牌加民权大牌正好是十字交叉 里面就有中游的管线直接穿过 八寸管 大条的 大牌可以吗 不有穿过 但是你知道那里是哪里吗 哪里 四维民权 高雄市政府府 对 不过它那里是整个幅的 所以它是在下面 所以当然现在因为水利单位要在一个月内把所有的管线查清楚 你现在没在诧异 可是对我来讲我就担忧 只要有韩馆 你的管线要通过韩馆 不管是当初的水利局施工是不是有疏漏 或者是中游后面的韩馆有疏漏 在高雄市现在普遍要过车的 要有韩馆的 总要检查 这叫19条管纸 是哪一家公司的 啊排什么气体 你敢不知 给你报告另外串通这条岛里山 我就不知 你不知 你不知这是要怎么预防重演 梁浩 这是要怎么预防重演 所以我说 白鑫九今天的记者会 虽然说他花很多时间 差不多三分钟 说到高雄气爆 但是我归纳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这件事情地方自求多福 我中央不管了 自主管理 第二件事情 中央对高雄的责任已经尽了 因为他说得很清楚的嘛 他说这个以后 这个我们不分党派啊 权力协助帮忙消毒清理重建家园 就没有讲到复旧啊 消毒清理 这个最简单的事情 你中央说 我会跟你做什么 最困难的事情 钱你不做什么 再来第三个结论 这件事情你要给我查到底哦 责任要搞清楚哦 那请问 责任搞清楚之前 我们先来请问中央 这是谁的责任 杜子军 以前做经营局长 经济没处定 照理说 这一次中央单位 最该负责的是他哦 结果他心肝 你看中央 马英九将杜子军 先做经济局长 你就知道中央不会追究责任嘛 而且我觉得马英九 最不要脸的是哪一件事情 他昨天还在讲 他的纳利丰灾经验 纳利丰灾 他不是音最厉害 音最厉害 他有关职啊 我整个捷运病都地下河流嘛 穿着整个月嘛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中央2001年嘛 执政的是民进党 民进党当时二话不说哦 中央政府马上说好 你欠多少钱 我随便帮给你 他没有什么散布啦 也没有说 不然你台北是心肝不够 我才给你保证 当时的民进党中央是这样子对你的台北市政府 而且纳利丰灾大家都知道 整条中央都会变成一条河 那是最丢脸的一件事 马英九竟然还拿出来说嘴说 你看 我们纳利之后知道郁城收水账或淹水 所以我把它垫高了 世界上有这么没见效的人说实在哦 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呢 讲到什么啊 还有我认识啊 没要以钥匙往效 讲到效率 就要提提我当年 抢银行的时候速度有多快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抢了多少钱 马英丰灾只要有地下室的没有不焉的 对啊 其实哦 十九条说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知道说是 这在送什么东西 我相信可能有鸡肉 有汽油 有病死 有乙烯 有什么 甲烷 甲烷 就是宏仪我觉得 不好意思哦 我觉得经济部都知道 这都要先请嘛 当然经济部都知道 对高雄人来讲 他没有全知道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我们高雄人对这个是 这就是中央的 这就是我们有观察的 也不是我们管的啊 因为总统讲预防重演 预防重演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这些东西要排除 这样不知道 我就预防 因为那个 李长龙化工的管线 现在里面还有残留 屏息 对 那为什么还没有清完呢 因为最近又散发出很多 泄露出很多不明气体 那高雄到处都是不明气体 你是变得预防重演 你有嘛就是说 港丁庸 把山堆海边去 把山堆对 山堆 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 山堆去 会不会再爆炸 有可能 但是炸会不会炸死人 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那里面没有人嘛 这才叫预防重演 那这样的情况下 哪叫预防重演呢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总统你用嘴巴讲很容易 我觉得你重点是 你真的要有一套制度 有一个心 然后呢 这个真正要去落实 然后给钱 好好的做 那才叫预防重演 如果没有 国庸人也听了 国庸人都不都退了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这广告 那么陈菊 这一次在高雄发生气爆 他的表现 很多人也苛责 就是说 他也有这人 那么他当然 也有很多人很心疼 因为这样 无人无媚 这么的这个 劳累辛苦 那么根据三立 今天所做的民调 是这样 说这边的气爆 什么人要负责 中央要负责 占18.2 地方要负责 占16.2 那两边都有责任 占60.5 我觉得这还是 比较公正一点 其实两边都有职业 那么高雄市这个气爆 整体的救灾表现 这是企政府 说满意的是58 不满意的是25.6 针对高雄市政府 那么针对城局的 危机处理能力 满意的60.5 不满意的23.4 没有意见 16.1 那我想请教 石琪你怎么解读 我会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从台北 去看高雄 然后可是这种时候 你要去高雄当地 听那边的声音 你才会知道 就是说城局在高雄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他处理的还不错 我觉得有一个 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城局的确 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 有责任 他就承担 而且他在面对灾民的时候 他是给人温暖的感觉 譬如说 他腰弯的够低 他去灾区现场 他都告诉大家说 对不起 我们做的不够 所以当灾民看到 一个市长 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 就表示说 好 那你知道 你有部分是有责任的 你做错了 那你未来会引以为警惕 可是看到这张官员下去的时候 倒是不太有这种感觉 譬如说马英九今天说国商 所以我们要来开个记者会 可是他在言谈之间 没有让人感受到说 那中央应该要负怎样的责任呢 毕竟中央是石化业的主管机关啊 那高雄市政府管那个道路 那下面管子在跑的那些东西 不是应该 应该是跟经济部报告的嘛 那可是你中央怎么会连这个部分都没有做呢 就是说不管是江仪化啦 然后马英九还有那个刚请辞的经济部长 就他们到了灾区 可是没有让当地的人感受到温暖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 这是我拿到一份资料 没有印出来 就是说当天7月31号的深夜发生爆炸之后 那中央不是就立刻成立了一个中央的什么 救灾的小应变中心嘛 第一次会议是张家柱开的 第二次会议是早上10点钟马英九开的 很离奇的事情是 在半夜12点多跟隔天早上的10点多 这两次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会议 的结论财事财事稿一字不改 连死伤人数都没改 也就是说经过10个小时 死伤人数那个状况都是有一不断的在更新 在变化 在增加 你马英九跟张家柱两个人的财事可以一字不改 那表示什么 差10个小时 那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说中央即使成立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可是其实你没有用心 其实我如果是张家 我一定会跟高雄市民跟全国人说 高雄扛下了很多台湾经济发展的重担 但是无量 空气无量 还有这个毒物的污染在高雄 那么所以对高雄人的健康威胁太大 我们风险太大 我要求中央 给我100亿 假定评估是100亿 给我100亿 我在两年内要把这些管子全部牵掉 那不 高雄这些什么 这个十华厂我全部没给他参当 可以这样吗 风亦大哥 曾几天那个名嘴唐姓名嘴写了一篇文章 光免堂皇的在写了一篇文章 直接他的题目是写什么 写高雄可以没有实话吗 高雄可以没有实话吗 他为什么在发生了30条人命的时候 这个将一话还给我们散布的时候 不是很谦卑的去讲说 台湾可以没有实话吗 我们还要高雄人在为台湾卖命多久 他完全是台北观点 完全不会去想到说 你刚才说的 高雄人为台湾的经典 你说高雄我实话 高雄送给台北 台北可以没有实话吗 所以打从心里就是高雄是欺负他们的 高雄是改逝的 高雄要赠名 这种态度让我们高雄人相当愤慨 就是台北净款对高雄 一点点开欺负 连今天你总统的记者会 你也比较适合 你要做事情 你要说后面的 李花姨要赠的事情 你也演一个比较适合 人家都在流血 还在落后 所以宫毅大哥 災区包括现在现主市 落后后现在所有的災民 不是说災已经没有爆炸了 第一 災区的危机要什么时候才能解除 那个吹嘘要完成 只要那个石话馆里面 李长榮的石话馆里面还有丙烯 它就还是一样有泄漏爆炸的危险 郭兄 今天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海洋环境工程系的教授叫沈建全 他下来我念不大家听 他说高雄有大摄石化工业区 人武石化工业区 大辽工业区 林远工业区 中油炼油总厂 武清都在哪里 男子交界处 还有大林浦炼油厂 你修港 他说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高雄人 你知道他说中油 他把没处理过的自成废水 放在储存槽 然后等红胎 等入大户 头头排在后政室 结果去高雄市政府抓到 发多少 发2630万 这样算很多钱 但是你看中油有什么用 我们也不是我们的钱 台塑 他说台塑人无常 他的恶律以晚 超标几倍给你用 100倍 100倍 博文你用一个几倍 1000倍 你知道超标几倍吗 无法想象 林冠索理你都说出来 超标30万倍 我想说1000倍已经很陷了 恶力以晚超标30万倍 这些是谁在承受 高雄人的承受 所以潘碧珍 洪玉珠 王明燦 有一个研究 高雄三大石化工业区 半径三公里 就是直径六公里 那些人 他们的癌症 说男生的膀胱癌 平均 台湾平均的 11.9倍 各位朋友 你如果遇到膨胱癌 你要想到你可能是实话 给你害到的 对 此因来就是起荒 是平均的5倍 内分泌癌是4.85倍 我们现在说女生 女生的乳癌是9.94倍 不好意思 各位朋友 你如果是乳性 你如果是中乳癌 你要怀疑那是实话 内分泌癌是7.47倍 小肠癌是3.95倍 血涌你知道几倍吗 血涌是3.18倍 我们这是高兴人 应该要承受的吗 高兴人难道不用生气吗 我觉得我如果是陈局市长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我们不是一直讲说 要全责分明吗 你今天如果说 这个管线 能不能放 要不要放 关系到台湾的经济发展 所以经济部有权 让这些管线设立 好啊 那你就要有责去管理维护啊 很简单嘛 好你要地方负责 很好 那你就要给我权利 你就要给我权利 让我知道说管线是买什么东西 怎么跑 连这个都不给 然后叫我要负责 我如果是陈局 我就说通通给我出去 通通给我出去 通通给我出去 你要来的一条一条来 没错 你既然要我负责 我当然要负责 所以你一条一条来 我觉得你可以 你就可以 但是我要准你 你要怎么跑 我要知道 我就是不能够跑过我的闹区 不能跑过人口密集的地方 没办法让你过去 对 这这样已经是最基本的好不好 我们在想哦 我只是要这样哦 我还没有说 最近你都立在台湾 对 没错 我就拿你管理这些 我就拿你处理 新加坡石化工业区 是建在狼狱岛 一个小岛哦 雄亥的东南方的石化工业区 建立在一个海岛哦 云林的那个是什么 卖寮 他也是 离岛 离岛哦 在离岛工业区 都不是人口酬命的地方 你现在在高雄 我觉得石化区是台湾的经济 经济的很重要的地方 是没有错的 所以你说 在那里我们不要再调了啦 因为那个经济很重要 同意 你这些也让高雄人感觉安全 吴宏宜大哥 我补充一下 丹教市上是不是像你们这样想的 不是 你们记得 上星期上这一幕的时候 我说陈局市长说 没有安全就没有管线 之后因为三部 再加上预算 他说你三样 自己用自己的预算 连上款都用完再来说 所以陈局市长那时候 他拿起来 他说管线永远不回庭 可是接下来 马上陈局市长 知道说实际上我们的灾民 看到灾民的需求 他也是认为说 他去跟 他请这个江院长 重新考虑 结果江院长 大概没多久 隔了一天 就有释出讯息说 他给16亿 之后 你们只要出3亿就好 陈局市长马上回应什么 他愿意北上 跟江仪化院长对话有关 石化的未来 与高雄的油管安全 陈局市长没有要所有的石化出走 他知道台湾需要高雄的石化 可是如果看到今天 马总统开记者会是给我们应付一下 不是让我们多多资源 不是让高雄安全 如果这样子的话 陈局市长真的也不要太好骗 那现在高雄的国民党立委 你也说 丹局 这个气暴灾前 你到底在哪里 他问这是什么 其实我是很讨厌这种 立委政治人物 用这种影射性的 你确实手上掌握证据 说丹局那天 伐天主 你没在 没有在岗位上 你拿出来 人证物证 结果不是 青菜港之一 有人公布 你那天 到底在哪里 甚至还有人要求说 要公布通联记录 你们忘记黄世民讲过 通联记录是个人隐私 不可以公布 所以 我觉得不要用这种标准 后来陈局 我觉得 丹局省 他大概也不想陷入这个口水战 所以他上个礼拜 他就公布了他在防灾中心的 大家注意看那个时间 他是几点在那 12点 凌晨12点20分 坐证在防灾中心里面 后来呢 我把这张照片 转贴到的脸书上 上个周末 有将近13万人 看到这个 那你就知道说高雄人的心情是什么 就是说 没错发生这种事情 我同意市政府跟中央都有责任 那 救灾难免会有一些疏漏 会让大家不满意的地方 比如说这两天 因为凯旋山路并做一个大水膏 他就要把水抽走 但是因为本来水是 会比较大白出去 现在大白没有出去 你抽到其他所谓 其他所谓一定会淹水嘛 因为水量从别的地方跑来嘛 那那淹水的所谓 当然李明当然 居民就会有一些不满嘛 可是我 我很讨厌就是说看到有一些政治人物 故意去操作这个不满 就是啊 把这个里面找出 不然我们出来开机再回 我们跟市政府抗议一下 我不是说市民的心声不可以表达 市民心声当然可以表达 可是你政治人物 不要在这个救灾的当下 去操作这个东西嘛 你去操作这个东西 对整个救灾有什么帮助 高雄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赶快让这些地方 恢复正常的生活 你知道今天早上多惨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有跟高雄市政府的line 他今天早上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传了四次 哪一个礼要停班停课 因为那个状况一直在变 因为今天又适逢农历大潮 你知道吗 早上我高雄的朋友跟他说 下大后又大潮 今天出去上班 绝对是在这边翻过 就果不其然嘛 到处在淹水 因为又大潮嘛 你知道高雄市政府 花了很多的心力 在很快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央 跟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不管你蓝的绿的 你应该去协助嘛 你应该说 比如说国民党议员 国民党立委 你知道地方最需要什么 你去把中央逃嘛 你怎么反过头来去 跟高雄市政府要 不行你要这样 你们中央在执政 我先这样看 就是说 这个立委審董问说 现在那边的 我有知道你在哪里 在法庭主席 这个要讲 对啊 就人事实力有讲出来 对 监督他不可以乱来 对 可是你不可以没有证据 觉得说那边的对 你还要说 不可以这样说嘛 不可以这样子 那可是呢 我觉得国民党在高雄的立委 应该是好好的跟 因为国民党政府 现在在中央政府 好好的去争取高雄市民的权利 这个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事情是杨秋星 他既是这个政务委员 又是行政院南部中心主任 那么他到底表演好吗 等一下呢 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好 那么这个杨秋星 他这个在了解这个气暴的灾情的时候 他有建议高雄市政府在被炸开的道路 摊陷的地方打钢板桩 防止民宅地基被掏空 老实说这有需要了 那么这个我相信他也是为了灾民好 那另外他也建议 商家没有办法营业 总共签几斤 他建议拨用民间赠债款 先补助灾区的商家 一方十万块 我觉得这个我有意见 那是大家捐钱以后让你去发钱 你就有能力 你是政务委员 你又是行政院南部中心主任 你不要去跟行政院说 钱比较快 这人没办法生亡 对 我觉得杨秋星 这种会儿是很減少 我说真的 这个时候他应该赶快去拨款 要求中央 之前我们不是提过吗 都不用在中央地方吵 你就针对这次事情 赶快立个特别预算 不用在那边管说 你不是还有5.22亿 我要19亿 都不用在这边口水 你赶快去编特别预算 也规避掉举债上线 这样不就好了吗 也没有中央地方问题 这是他说的啊 中央备妥170亿 你现在没有钱拿下来 170亿在哪里 这个这个 要说大家很努力 我也讲说 这个现在那个雨那么大 要赶快把那个下水道赶快做好啊 讲都一句话啦 你真的 你不是路人讲路人语 你是有公权力 你有家人的啦 你杨秋星跟我们一样讲这样的话 你要去做 而不是你在那边讲 第二个我说 我真的今天早上 那个马鑫九那记者会 我坦白讲 我承认 我对他本来还有一丝期待 因为我觉得人性 至少最基本上有点希望 可是你看看这次的这个救灾的 这个过程 我觉得马鑫九他那个心情都是一样 其实杨秋星他只是 他跟马鑫九都是为了这个政治目的 我这样讲好了 马鑫九当时八八风灾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他怎么讲 他说我不是来了吗 八八风灾的时候他讲说 他早上还去游泳 而且他对这件事情 还没有一点道歉 我认为今天整个事情就是在于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如果感同身受的话 现在两件事立刻做 赶快别人特别预算 赶快成立专责机构 杨秋星你也不用在那边打口水战 你就这两件事做了 我相信高雄人就看得到 你看这次这个民调出来 大家都觉得中央地方都有责任 没有错 可是陈菊的表现救灾如何 大家其实有目共睹 你也不用在那边打说 陈菊你好像有一张这个照片 好像你在什么齐筋吃海鲜 都不用 你真的有证据你拿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人民已经厌倦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在那个 我觉得刚刚你给大家看这个管线图 其实真的很重要 可是重点我们也不是说全部都不能买 重点最可怕是这四个字 关尽没责 是根本没有办法管 我们在其实很多地方 看到这样的管线 我们现在才发现说 原来这些都没有办法管理 里面送什么货 我们都不知道 杨秋星到现在 他赞成说把管线图公布吗 他赞成 他现在到底有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 是 这是杨秋星说的哦 杨秋星是说 高雄的乡亲 您放心啦 行政仪准备百七亿 奇怪 准备百七亿叫大家放心 是怎么现在赠财款要先用 我是觉得一口十万又不够 因为旁边那个店家 因为有的营业额一年有亿 有的亿亿可能几百万 不一样 你对一亿亿来说 他未来可能半年没办法就造成 你这样就辽五千万 一口十万不够 我一口要租就要二十万 但是拜托中央钱快拿来 你既然杨秋星你说有钱 那你政务委员你就赶快 明天就报地过来 钱现场在那边 你不是最喜欢在现场发钱吗 头七的时候还去现场发钱 还被人家呛说 今天什么日子 你早来这奔钱 你不想要奔钱 你拿到附近一千家 对不对 一间一间 像圣诞老公说 拍的就去奔 你这样子不是事情就可以 问题就解决 因为我建议高雄市政府 赶快跟中央讲 因为这个石化业的 整体的经济产业 还有这个管线要怎么规划 应该是中央的责任 如果中央没管 高雄市也能修改 自己的自治条例 是有财产 更耍我们收资金 现在应该是收得很便宜 我知道各县市都收很便宜 改成一公尺收一千块 这钱拿来说 你中央不给我钱 我收了租金之后 比如说我收了规划 假设需要一百亿 我收了一百亿之后 我就帮你们把这些管线 迁到比较人烟稀少 比较安全的地方 你中央不给钱 我只好自力救济 杨秋新的表现 其实就在他头七当天 跑去现场发电影 被人家骂 被那些受灾户骂 就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高雄人是怎么样 看待这位老县长 就是说你其实是老县长 你对于高雄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更有那个 感情上面的那种 那种悲痛 可是倒是看不太出来 就是说他对于政治上面的责难 当时政府 我觉得蛮多的 可是他现在又身为政务委员 又身为行政院南部办公室主任 又身为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 不管哪一个身份角色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你赶快去跟中央要钱 你也只能去做这些事情 赶快把钱拿出来 给高雄市政府 让高雄市政府好好的 把这些灾后的事情 能够迅速的拨款 一次到位嘛 第二个事情你要做什么 你既然要选高雄市长 你就要想办法说 好那所以这些管 以后要谁管 我高雄市政府管 那所以是不是应该要 要立一个法源 因为丙息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人管啊 中央也说没有办法管啊 那地方说那我更没办法管 因为丙息就不在 那个法律的规范里面嘛 那所以梁秋心 可不可以做这件事 可以啊 赶快去叫你们国民党修法啊 他说三家没得到营业 总共是千几盒 千几盒一盒十万块 这样多少钱 这样就亦网嘛 亦网嘛 亦网你就说中央 传百七亿 你准备怎么说 丙盒你没办法 从我们捐的钱里面去给 也没关系啦 我感觉跟你的官僚 没关系 老官党 你如果可以 你刚才说民间散款 红十字会都是国民党的高官 我们在当一件事 红十字会也募到大概一亿六 如果你愿意把这一亿六拿来加码给我们的受债库 给你感谢 我够带我来 看年底里我就冰冰 我给你祝福 拜托你 拜托你 另外是啊 他说陈局的行踪 你去哪里 那也有人写杨秋星 说他在八月三号气爆发生第三天 他去参加什么呢 两岸民间签署和平协议论坛 那但是那个时候 还有很多人买在外力堆里面 生死为父 要在挤挤嘛 所以人们就问杨秋星说 你怎么没有在现场做正指挥 他说我利用控党 我去这个论坛 质疑一下 他讲了什么呢 他讲说两岸有共同的祖先 同文同种 这是血缘又是文化 我想两岸相亲 同场出席的 还有白狼张安乐 鼓吹大中国思想 这是什么心态 我觉得这和今天马英九的记者会一样 他们其实心里面呢 不太有台湾人 也不太关心台湾的死亡 我问这样就问好了 那八月三号 陈菊去的会怎样 好 这些事情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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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算了 你会记得上红太医 不过回关底 稍微休息一下 洗个澡 稍微眯了20分钟 还被监察院调查 是 好了 我意思就是说 在高雄这么危急 这么需要关怀 需要温暖的时候 你要选高雄市长的人 怎么会去那边讲那种话呢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看台北市 那么这个连阵营的幕僚总干事相继骂人 为什么会这样表现 等一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 好 那么 这个连圣文 他去台北市的幼稚园 去这个演讲 然后呢 由阿嬷婆孙子 给他画冬蒜 那这个事情啊 这个后来啊 连圣文的幕僚 李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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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伟说 这是烂教育局 这是烂记者 词琪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我觉得就是说连圣文跟他周边的这一群人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心态就是 比较像是公子哥 公子哥是不会犯错的 就是公子哥 他们对待 被对待还有对待连圣文的方式 比较像是在服侍一个主子一样 那所以他们当然不会说主子怎么会错 主子永远都不会错 所以谁错 都是旁边的人的错 所以只要质疑连圣文的都是错的 所以那个记者坏蛋 那个教育局敢质疑烂局 然后所以网路上面的网友 要是对连圣文有一些不太好的批评 所以他的这个总干事就会骂说 你们这些都是网军 通通都是坏蛋 记者也骂了 然后教育局也骂了 然后网路上面的广大乡民通通都骂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笨的竞选方式 感觉比较像是输家的打法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赢家 你就泰然自若的按照自己既定计划 往前走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看起来就像个刺猬一样 你坏蛋 你猪头山 你们全部都对我不好 我觉得那个方式真的很古怪 正常的反应是说什么 真的这样子的话 其实那个喊动算的人 其实是忽然之间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对不对 下一次我们会检讨 哪有骂教育局啊 哪有骂记者啊 而且他这样子 以所有人为敌 这样子更不利于他接下来的这三个月 我票很多 我现在赢6%了 不然他要怎样 就是有点嫌票多的意思 他不是说他 山坡他赢6%嘛 对对对 那这个博文 蔡正元啊 在嘲弄那个克文哲 是亚斯伯克症 这事情你怎么看蔡正元 坦北公文 我觉得这非常没品 我不是说蔡正元 他都不能够有一些这个政治上的攻防 难免会有一些口水或攻击 这都大家可以接受 可是你针对一个人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病症 然后去做攻击 你不是伤害到克文哲而已 你是伤害到广大的有一些罹患这些 亚斯伯克症的包括病童跟家长 还有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 坦白讲这个事情是非常糟 而且我觉得最让我压力的是 第一时间这个出来 其实我们不要说什么 光讲出这个东西就知道失言 可是蔡正元其实他是拖了一段时间 才愿意道歉 那显然他那个道歉也很勉强的 那我要讲的是说 连胜文从头到尾 你看他这个过去 包括他的什么南港内湖一片黑漆漆的 到这个什么有没有蔡市长 他都没有错 你会发现他都没有错 他都觉得他是对的 而且他内心充满了委屈 充满了这个怨队 都是你们媒体 你看我讲这个话 你们恶意解读 他内心对所有的人都觉得 都是你们的错 我说真的 这种人做市政是很恐怖 因为你想想看 因为蔡正元 现在这个民调已经贏了6% 你看他旁边的人 光是他旁边的人 欸教育局 他们说 这次台北市教育局也很完喉 他旁边的人竟然在竞选的时候 敢骂教育局是个烂局 假设你今天让这样的人当上市长 你后来不听话 不用我市长下来标 你看这些他身边的人会怎么标 这个就是刚刚慈禹讲 标准公子哥那种感觉 我补充一个高雍的笑话 我高雍阿伯 我一天看了电视 我去拜访的时候说 他们家的竹子座 竹子爸爸 以宿隔绝 我想说是台湾国语 还不是 那宿是庶民的宿 以宿隔绝 不是台湾国语 我说阿伯你有这么多 所以连高雍就觉得他们都没了解 既然民重的事 既然这就是刚才实际说的 只要有人不对 三个门就出来了 就是你们家府邀人 那是胜利主 是黄金金字塔顶端的胜利主 那是四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胜利主 那不是我的胜利主 但是像柯文哲说 他是最聪明 最认真 最用功的人 我刚刚也已经失言了 但是他有道歉 对 他有道歉 你可以讲说 我这段期间我很认真 我很认真在学习 不要讲最聪明最认真 专呆完2300万人 我就不相信你柯文哲 真的